一个超市居然开成了5A景区 你敢相信吗 我身后这里就是超市中的天花板 胖东来 有它的地方方圆两公里 没有超市敢开门 马云都要来学习它的经营理念 雷军评价它是中国零售业神一般的存在 胖东来超市要关门的时候 当地的市民哭着挽留 不要关店 你们多久没有逛过超市了 关注小城导游 今天跟我走进这天花板的超市 胖东来好好去逛一逛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走 这里就是胖东来电瓶车的停放处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头顶上是有遮阳雨棚的 如果大太阳的时候 它会把雨棚放下来 防止你的电瓶车会被晒得很烫 或者是感到下雨下雪的时候 这个雨棚又会伸缩下来 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化 这边还有什么宠物寄存处呢 如果你带狗带猫出门的话呢 进超市可能不方便 这边会给你准备了一个宠物寄存处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拉巴拉多呢 不仅把你的宠物安顿好了 这边还有这个宠物排泄物的一个卫生袋呢 是不是特别的贴心 这个地方呢 你看还有这个宠物的饮水处 还给你准备了一次性的 这个宠物喝水的盘子 太贴心了 在超市的门口啊 还准备了爱心驿站 专门给环卫工人饮水的地方 有开水有温开水 还标明了小心烫伤 真的特别特别的人性化 逛超市当然少不了购物车 但是胖东来的购物车就有7种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 给你准备了不同的购物车 而且下面还标注了 每种购物车它能够装多少东西 你敢相信吗 真的是细节满满 咱们进超市去 进入超市的第一感觉 就是非常的安静 不像有的超市 一进去之后啊 很多的导购挂着小蜜蜂 啊 促销了 活动了 赶紧过来买呀 整个超市里面 除了顾客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啊 没有任何的导购 在拿着小蜜蜂喊 知道吗 所以给别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 在胖东来啊 你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装置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有的人拿这个纸的话呢 他扣半天扣不出来 你只要把手像这样站一下 就可以啊 拿得出来这样的纸了 是不是特别的人性化 就这个小球 不知道俘获了多少人的心啊 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装点桃子 并且呢 你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桃子啊 各个品种 各个产地 各个桃子的糖度是多少 口感是什么样子 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做的真的太棒了 你们看 这马的整整齐齐的 各种各类的豆角 云豆 龙豆 四季豆 荷兰豆 等等等等 并且它都标注了 每种豆的话呢 该如何去做最好吃 下面温馨提示 豆角类完全煮臭后才能食用 是不是特别的贴心 这边的辣椒 你看 有红椒 彩椒 青椒 尖椒 各种各样的辣椒 非常多 并且呢 它会告诉你这些辣椒的产地 还有这些辣椒如何做 还有这个辣椒的辣度 都给你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这你受得了吗 朋友们 走 这里啊 是不是胖东来的蛋糕区域了 你们敢相信吗 一个超市能够把蛋糕做得 像甜品店一样精致 并且很细心的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装置 你们看到了吗 朋友们 很多女孩子啊 她对这个蛋糕的尺寸没有概念 比如说六寸的就是这么大 两到三人使用 她都会告诉你了 八寸的呢 是这么大 十寸这么大 十二寸这么大 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呢 并且啊 他们的蛋糕制作的话呢 后厨都是干嘛 通过监控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师傅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吗 哦 对 为什么每个人来都要买这个 重量都是一样的哈 重量都是一样 哦 一个29块8 对 29块8 我看来的人啊 每个人都买一个这个 我们也买一个尝一尝 这里啊 就是胖冬来的水果区域了 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标签 不好吃 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上门为您办理退条货服务 试问现在有哪家超市 哪家企业能够把服务做到像胖冬来一样 为什么别人能够被称为零售界的天花板 真的是有原因的 这里啊 是他们的香蕉区域了 这里的香蕉区域的话呢 品种很多 它会教你如何通过香蕉的外观来分辨它的品种 并且的话呢 会让你根据它的颜色 来判断这个香蕉的口感是否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说实话 胖冬来这点服务做的太哇塞了 有的人买香蕉买回去之后 一发现一咬 色得不得了 不能吃 哎 太尴尬了 这里是胖冬来的海鲜区 比如说您来胖冬来要买个花壳 它会告诉你 这个花壳该如何挑选 首先要看外形 再闻味道 再颠重量 是不是很贴心呢 这里啊 还给你配备了一次性的手套 如果您不想用手套呀 这边还有这种漏勺 防止你用手啊 去捏这个花壳 搞到手上都是腥味 然后如果你真的沾到海水 该怎么办呢 这边有专门的顾客洗手池 带你看一下 这里啊 是海鲜区的顾客洗手池 手上沾了海水之后呢 直接这边冲一下 这边还有擦手指 然后的话可以再接着逛超市了 在胖冬来买了海鲜 这边的加工间会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 让你带回家的 我们去看看那边 刚才买了花壳 是不是不会做呢 不用担心 胖冬来啊 这边有这么一大面墙 里面有几十种菜 看到吗 这就是花壳 它会告诉你怎么做 分别用主料 辅料和调料 然后制作方法 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买的花壳 回家就能成为一顿美餐了 这里啊 就是胖冬来卖肉的区域了 你看这些肉制品啊 摆得整整齐齐的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来 现在啊 天气炎热 买的肉呢 很容易担心啊 时间久了会有味道 这个地方呢 会给你免费的提供冰块 是不是做的太棒了 朋友们 如果你想吃火锅 这一个冰柜 就全部给你搞定了 你看 有火锅底料 各种各样的食材 毛肚 鸭肠 粉丝 豆腐 鱼片 牛肉 虾滑 各种各样的菌类 应有尽有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网购 而不愿意到超市买东西呢 因为啊 买不了多少钱东西 排队付款啊 排个半天 在胖冬来你不用担心啊 有二十几个收银台啊 速度非常的快 咱们买完单 出去了 逛了一圈胖冬来 给我的感受就是很贴心 服务好 在这里啊 你能够感受到 宾至如归 同手无期 在这里购物已经成了 许常人的习惯 但是啊 很遗憾 在今年的六月份 胖冬来的创始人 于东来宣布退休了 您觉得像这样的超市 应该走向全国吗 我希望他开到厦门 我天天去光过